不好了 停电了 同学们不要怕 停电是正常的现象 我来检查一下停电的原因 好香啊 这是怎么回事 妹妹 你怎么在宿舍煮饭 对不起老师 我写作业错过了吃饭时间 所以才在宿舍煮饭吃的 原来是这样 妹妹 想吃饭可以和老师说 千万不要在宿舍煮饭了 电饭锅属于大功力电器 使用大功力电器会增加电路的负载 容易出现电路短路 造成停电 妹妹 我要没收你的电饭锅 原来是这样 对不起老师 我以后不会在宿舍煮饭了 老师 你快来检查我吧 我可没有在宿舍煮饭 乐乐的传我看 乐乐 你的排插怎么充了这么多电器 因为这样充电快 我把手机平板游戏机同时充电 多少事啊 乐乐 同时用排插充电 手机平板和游戏机不仅容易导致停电 而且还会发生电路短路的问题 是很不安全的 什么 对不起老师 我现在就把它们都拔掉 奇怪 怎么还在停电 我要再去检查检查别的地方 宁宁的传我看 哎呀 这地上怎么这么湿 老师 我在喝水呢 刚刚停电下来我一跳 我一不小心就把水弄洒了 宁宁 你的水洒到电线上 水洒到电线上是很危险的 如果电线破损 很容易导致触电 我们要快点把地面擦干净 我擦 我擦 终于擦干净了 老师啊 怎么还没有来电啊 奇怪 看来不是水的问题 我再去检查一下别的地方 大龙的传我看 奇怪 大龙怎么不在宿舍 我要出去找找大龙 大龙 你不睡觉在这里干什么 哎呀 电闸怎么被关上了 大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 老师 我想早点睡觉 可是牛牛乐乐眉眉不睡觉 我也没办法睡 所以才出来把电闸关掉的 什么 大龙 你竟然自己把电闸关掉了 关电闸是很危险的行为 操作不当是很容易触电的 我们不能随意操作电力设备 对不起 老师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大龙 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 我现在把电闸打开 你快回宿舍吧 耶 太好了 来电了 小朋友们 停电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事 使用大功率电器 同时给多个用电设备充电 把水洒到电线上 都有可能引发危险导致停电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做 你们知道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